大陸現在是最大的平台 可是最近有個新新聞 7月27日 統一跟統一超商宣布 他要把上海星巴克 他的股權 全部賣給美國星巴克 然後等於是股權交換 我把上海的股權 給你美國 星巴克總部 然後我買回 台灣星巴克的股權 台灣星巴克以後 由統一獨資經營 他賣了上海 上海統一星巴克的股權 總共列入了133.8億 跟200.65億 因為是兩個公司 一個是統一 一個是統一超商 這樣賺了這麼多錢 照理講 你應該是股票要上漲 結果不是 26日受益本來是60.3 盤中變成是57 7.4 跌了2塊9 統一超也跌了32塊 總共市值蒸發將近500億 這個什麼意思 我很簡單講 就是說美國星巴克的總部 他看好大陸的市場 所以雖然我的星巴克的市場 在大陸的市場是你統一 流血流汗幫我闖下來了 現在這個市場這麼肥 這個肥肉我要自己吃 我逼你把股權賣出來給我 然後台灣呢 台灣這個市場我不要了 所以我逼你把台灣的市場 全部吃下來 統一沒有辦法決定 所以統一只好很無奈 統一董事長羅志堅他說 我出售上海星巴克 以後我會有一個獲利缺口 經營階層會想辦法 這就是美港 我會想辦法 我現在沒辦法 我的經濟沒法拿去 我沒辦法 我會從其他事業體裡面補回來 這麼容易補回來嗎 我們來看 台灣的星巴克 我的營收96億 獲利7.7億 表示我的營利大概是8% 上海我營收278億 獲利41點多億 我的獲利是不是double 所以當然美國總部 我要大陸市場 這是我們現在真正在乎 我們真正care的 真正危險的事情 可是蔡政府只在乎 我的人要卡住所有的位置 指責 美國也是看中大陸這個市場 未來只會越龐大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磁吸效應 所以說坦白講 台灣的統一星巴克 這次等一下 啞巴吃黃蓮 有苦受不出 這是什麼 短多長空 沒想到他本來有現金 幾百億入袋 沒想到股票竟然怎麼樣 竟然下跌 這是很離奇的事情 所以可是問題 我們要反問蔡政府 請問你的角色在哪裡 當台灣的企業 碰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請問你有沒有能力幫助 而不是 可是蔡政府現在只是怎麼樣 兩岸越來越什麼 漸行漸遠 兩岸關係的激動 完全沒有辦法幫忙 台商在大陸的經營市場的開拓 所以怎麼樣 蔡政府完全在這一塊失守了 我們既沒有辦法吸引外資到台灣 我們也沒有辦法幫忙 台商在大陸拓展經營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這樣政府繼續下去 台灣只會怎麼樣 越來越慘